《玩具TV》第27季第6集 刚刚玩完硬派东西 我们玩更硬派的东西 软软地又硬 风雷模型 风雷可动是砌给你的 没错,如果大家有追开 上一只就是星星纹 有没有买? 有,其实我挺喜欢的 另外又可以换头 这只狮子纹会不会给大家玩家的同样的质素呢? 外观上它是无敌的 已经将最好的形态出来了 我没有买模型的 我真的不知道模型是否跟上布的斗篷 对了,不知道 到底模型是否这些相色都合一样呢? 我看到这些相色都挺漂亮的 对啊,本身其实我或者 我就这样打开看一看的感觉 白色你不用担心的了 是胶来的 除了白色 本身看上去是否有些 但是远看好像有些装置 有些装置的 有机会本身 所以在製作的时候 应该有些 不像普通胶白色 至于模型是否有做 cross coating 我是不知道的 我纯粹是这样 第一,硬件 因为我有订的 我还没拿 那 感觉其实真的不错 你问我如果说 懒 好像我这些 又没有时间装置的话 这一件东西也是 真是一个挺好的选择 它好像价钱也不是贵 六块多水 你找人装置 不止这个价 因为基本上 他都眼见 应该是全上色 是啊 你见的金色 或者我简单说 红色 不要介意 本身 其实他真的是全上色 但是我每次 就是上玩具TV 讲一些红色的装 我基本上都讲同一句话 你解释那只红色 多重要 有些真的上了色 跟这个啤膠出来 感觉是没什么大分别 包括Metal Robot 1 或者Metal Build 都是的 甚至沙沙地 所以我不觉得 这是一件大事 刚刚阿迪已经转一个圈 大致上 你会见到 这一只风雷可动 或者风雷模型 或者 就着造型 没得输 或者我想问一问 我未仔细看 它的水口位是如何 其实是模型 我发现 基本上是成品 找不到水口位 其实我都不觉得 是 我想说 因为我再重新一次 我没有看过 那只模型是如何 它的水口位的边 是它收得好 还是真的 连水口位都处理了 我觉得有机会 我找不到 通常水口位最恐怖的地方 就是边 是 我真的没有感觉 是 是 是不是在拍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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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趣的地方 每一次可动 只能够向一个方向可动 所以 只能够 勾行 是 是 是 我终于看到水口位 但非常难 看到 是 所有位置在这里 哦 但是它剪得很好 是真的 手工好 比你 哎 这么大 那 就看回 狮子文 它就 有它原本的设定 甚至乎 它原本 玩具里面 那个炮 它都有做出来 嗯 有没有一些 肩膜的东西 肩膜的东西 就是 它是两个 红色肩膀 那你就可以刷夹 换了一个 狮子味的肩 或者这个 盾牌 是的 可以刷出做盾牌 是靠这个 换这个 去装 这个 可以当是一个 真的盾牌 这样用的 只要加了 这个 手爪 那个 就可以换了 去 装 来的手 就变成了 一个 狮子的盾 现在这样拆了 单薄 好像更瀟灑 好像更有型 我觉得 如果我把它放在这边 的话 这边可以 拿剑 那边就拿盾 哇 到趁这个空档 可以看一看 本身 其实它都有另外 四只手掌 可以更换的 加上另外一边肩头 配件不敢说多 但是你整件 这一个狮子纹 就全部出来了 例如这样 它就可以手持盾 接着就拔剑 剑 可以装在左边 或者右边 有一个 换的剑 就可以装到剑 就拔上去 剑 整个是有 金属绿色的 很漂亮 可以关注给观众 看一看 特别是剑锋 那些绿色的位置 剑锋 剑锋 金属绿色 基本上整个都是上色 你拆下来玩 也好 哪个呢 你还是阿嘉 阿嘉 阿嘉放弃了口 哈哈哈哈 我喜欢 我喜欢 不是 这个真的可以收 对 这个可以 如果要玩手 记住这个 因为河泥模型 它的方法是拆筍位 就不是软胶 就像一般的高达模型 它用这个橫筍 去模型 放回这个剑仔 下去的时候 再拆下一个筍 那就可以装回手 它连剑柄都有滲线 很漂亮 很漂亮 那就可以了 插一箭 弄它 好 给你玩吧 轻手一点 本身其实 记住它始终是无形的关系 就着 其实我都想大家 close up 头 它头部好漂亮 真的不太帅 哇 上色又好 QC又好 不 其实认真 如果纯粹讲 QC的质素 有两间厂 我挺appreciate 第一 Hot Toys QC真的好 这是事实 第二 千值年 这两间厂 出的东西 失误率是比较少的 但由于这个本身是无形 所以它的关节强度 就是无所 当然 重新 阿迪说得很清楚 本身你记住 它虽然是成品 但是它是一个无形底的成品 所以变成你动的时候 你真的不要当它是千值年 一贯出的金属产品 这个东西 真的没有金属 但是如果将这件东西的关节 换回金属 那便会变成一项 它们出色的成品 是 因为其实可动性 你看到本身连盾也有很多支架和球形关节去做 所以你纯粹说可动性 它连盾也和你关照 或者我很小心地逐样逐样玩 最好玩的 斗篷 本身两边都是用了铁线 所以你想摆什么姿势 其实都没问题 肩关节都很正 拉开一点 其实你会见到这个 叫做肩头的续位 你看到这个结构 大致上都会知道它本身的可动性是怎样的 刚才说了 在这个老虎尾 狮子尾 你怎么动都可以 不过就着单方向 我觉得你对于狮子和老虎 白修王和这个慢修王 有点困难 头部有个波状可以自由地移动 其实本身两边 这个我叫耳朵 都是可以前头移动的 腰 你会见到大致上都是分回两节 胸和腰 腰和蜜 所以变成了 因为它本身没有特别说就着那个位 而有一支比较长一点的柱 变成了它可以移动的幅度相对大很多 虽然我不敢说很有美感 但是都是那一支你现在玩的 是无形 我都玩了 是的 亦都就着本身它的设计 你会见到两边的腰夹 揭起了之后 你始终前面是没有任何障碍的关系 你可以怎么踢都可以 是的 对 一个蝴蝶式的关节 这个就是六个水的膝头歌 和刚才两叉几三叉的膝头歌 你是要接受的 六个水都买了三四个 没错 你看到本身都是那一句 它所有位 应该下滲线的都和你滲了 除了中毛 如果你要求高一点 你自己可以在中毛位再加些功夫 我觉得 但其实很够华丽 是 它的脚腕就好玩些 脚腕这里有一个轴 当然 其实在这个前面的脚甲位 它也是可以移动的 当你移动的时候 就不会造成什么很大的障碍 而就着设计来说 因为它本身有两个波装位 一个就黏着小腿 一个就黏着脚腕 所以左右移动的时候 是非常夸张的 美感就没有了 但是实用性非常高 可换性非常好 再加 哇 没事 因为这些是无形的关系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拍下去就可以了 搞定 你看到 连后面这个后肩位 也是可以移动的 哦 这个是新墙叠地性 对了 手基本上我都不用多说了 它根本就跟回所有无形 应有的关节给你的 所以 埋齋 非常帅 其实 如果出这些不可变的连感钢呢 Beast War 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题材 也不需要有些好 咦 我有点期待 我们没有出错 Neo也出错 会不会下次出场无章呢 好问题 因为它现在风雷可动 主要都是针对 Beast War 是 你真的说得对 会不会下一手就真是 因为 长毛杖都很有型 是 装了 装了 有些 五眼 是 不要紧 装了之后 再配合一个 合适的姿势 但是这个很大的四粒柱 是 不敢说是很实 但无形 无形 这个也是必须的 因为其实砌的时候 它板件都不太多 好像五块 即两块大板件 其实那些都不是什么大板件 所以砌的时候 其实它某程度上 比HG更简单 我又买到黑纹 但我好像没有砌到 但我看到设计和板件都很舒服 出色的造型 加上这个飘逸的披风 还有一条 我活动的尾 真是帅 那我真是一只 一只猩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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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说笑 正 这只我未拿 到现在都未叫我拿 是我的戀解 还是没有了叫这个习惯呢 喜欢这个造型先缺的朋友 这一只我绝对是觉得值得推介的 但多个记住 它是无形 不是合金 所以玩的时候 要小心点 不要那么粗暴 像我那样温柔 就对了 好 再见 是 最后